在伦理学上有一句术语 叫做眼前的责任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责任 和这个责任冲突的话 人就必须要履行这个责任 你没有选择的 除非有其他的责任 我们有价值冲突 否则如果只有这个价值 你一定要实行 如果你不实行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感恩就是这种眼前的责任 这个也是我今天很想用的主题 和大家反省 感恩也是圣经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天主是要我们 做一个感恩的人 当人不感恩的时候是一个罪过 可以我们看看几篇读经 给到什么启示我们 帮助我们 时时做一个感恩的人 第一篇读经来自以撒尔 先知先知先知用了一个 所谓葡萄园的情歌 去提醒以色列人 这首情歌 是这个先知自己作 还是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 无可稽考 总之先知用了一首这样的情歌 去讲 你可以将这个情歌 当成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不难 用葡萄园来做比喻 葡萄园是中东这个地方 或者地中海一带 时时见到的植物 可能是气候适中 生长又容易 所以葡萄园就是当时 地中海一带时时见到的东西 葡萄园可以用来当水果那样吃 也都可以 如果你吃不完 就可以用来制酒 两样都可以 还有就是葡萄 是时时能够生长 不断生长的植物 和抗产不同 抗产你挖一下挖一下 总有一天挖尽 没有 所以中东那些产油国 都怕有一天自己的油会用尽 而周围的国家 已经开始用其他用风力 用水力 用太阳能去发电 慢慢都可能减少用油 但是葡萄不同 葡萄长期都油 只要你好好去保养它 葡萄是时时会出产的 不妨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比喻所说 这个主人就在肥沃的山岗上面 种这些葡萄树 然后翻挖土地 除去石块 使得这个土地不单是肥沃 将一些能够阻碍它生长的东西 这些杂物都清除 然后自己精选一些葡萄树 不是普普通 找一些最好的葡萄树种在这里 又捉了一个守望台 守望台用来做什么呢 守望台用来守望 看着一些贼不可以进来 或者野兽不可以跳进来 所以守望台用来保护葡萄园的作用 做了一个炸酒池 炸酒池当然是用来炸酒 意思就是说 葡萄多到吃不完就用来制酒 如果炸酒池在附近 根本就不用运送 立刻就可以用来制酒 就是说一切都是使得你拥有这个葡萄园 你不受生活 只要你勤奋地好好保存它 照顾它 葡萄是不断地出产的 那结果呢 就是 护手这个葡萄园的人 自己不尽责 不懂得感恩 主人为他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产生的竟然是野葡萄 野葡萄是酸的 不吃得 不会用来制酒 即是没用 结果是 意思就是说 当你出自种种原因 包括懒惰 不懂得感恩 感谢天主为你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在你生活上产生的只是恶果 只是野葡萄的时候 就一无所用 这个比喻就是这样说 这个主人就会撤去尼巴 拆毁个围墙 即是说 围墙都不要了 任得那些贼进来 任得野兽进来展击 任得它荒废 这个就是 你不珍惜 不感恩天主所上赐的一切 带来的果 这个葡萄园 讲到明 这个葡萄园 就是指以色列家 就是说以色列家 一直以来 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知道 天主上赐的一切 最后搞到自己 荒废了天主所上赐的 结果呢 就是天主不再理会他们了 任得它被外邦人去占据了 这个是不感恩的结果 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去警醒以色列人 我跳到福音 福音因为又是讲葡萄园 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 耶稣用的比喻 和刚才的比喻都差不多 有一个葡萄园 又拔好土地 又栽种得很好 又有守望台 又有榨酒池 什么都跟上面那个一样 这次呢 他就租给人 只是收成的时候 派仆人去收租 但是那些猿户 就是 租用这个猿户的人 等于今天我们所说的 租霸 霸王来的 肯是不给租 不给租 还是比较少的罪行 他还将派来收租的人 将人们打打杀杀 将人们杀害 杀害杀人就很大件事的 所以不能够容忍的事 这个主人不是只是派一两个人 派很多个人 个个都是被他这样租资 最后 派自己的儿子来 以为他们会敬仲他的儿子 谁知道更坏些 连个儿子都杀了 以为可以佔据葡萄园 一听之后 耶稣问当日 听他说这个比喻 这些当权的人 你说要怎样对待这些人 他们自己答 要凶恶地消灭这些凶恶的人 将这个葡萄园 租给另外一些 愿意给租的人 他自己定了自己的罪债 因为正正是这个比喻 耶稣就是说 一路以来 天主派那么多人来 包括那么多的先知 你们都打打杀杀 到他派他的儿子来的时候 你们的儿子都杀了 耶稣说这个比喻 正正是说这些当权的犹太人 结果大家都知道是怎样 杀害了耶稣之后 最后的结果 耶路撒冷在公元六十几年 就被罗马人攻陷了 连圣殿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不感恩的结果 两个都是用葡萄园这个比喻来说 好,我们去到保禄的书信 保禄就很正面了 不说这些,不说不感恩 就是叫人家要感恩 感恩的时候还要是 在一切事情上面都要感恩 这个是保禄了不起的地方 顺境感恩不难的 逆境感恩就真的了不起 我们看看不妨去做反省 我们自己做反省 我们也有顺境有逆境 顺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反省 我们生活在香港 香港没有地震 又没有龙卷风 又没有海啸 当我们听到这些灾难性的事情 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大的同情 但是不要忘记要感恩 我们没有 身为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面 香港没有战争 上一次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七十几年前 七十几年是很长的 七十几年我们没有战争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 俄乌的人 那些人有多惨 人造成的破坏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自杀式的袭击 又没有大型的枪击案 你会见到美国无时无刻游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在你自己身边 这些我们一想起 应该要感恩 我们没有这些事情 所以保禄就教我们要感恩 要我们要实行高尚的正义的 纯洁的、可爱的 去配合天主所想赐的一切 天主会赐你们平安 在逆境中又如何? 圣保禄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正正在写书信的时候 坐牢 但是他觉得我坐牢也好 我仍然可以传福音 坐牢 我仍然可以写书信给其他不同的教会 都值得感恩的 我仍然能够做到 在逆境中能够做到这些 感谢天主 保禄是有病的人 他曾经求天主 三次使到这个病离开他 但天主不给他 有我的德能为你就救了 保禄又接受 这个你要向圣保禄学习 他说 即使我有病 我能够继续为天主做事 我有病的时候 我更依赖天主 所以我软弱的时候 正正是我刚强的时候 因为我依赖的不是我自己 是天主 值得我们向保禄学习 好 我们反省自己 刚才我也有提到 不妨每一日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我帮助你大家一起反省 你不妨每日起床的时候 看看我四肢能够动得 每一日起床 动你的四肢 我能够动得 应该要感恩 我的眼睛能够看到 看到天主创造美丽的世界 感恩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有人生出来是盲的 有人慢慢慢慢练老了 我的眼睛视力不好 眼花已经看得不清楚 我能够看得清楚 每一日 我都要感恩 我的耳耳听到 大自然的响声 风声 水声 雀鸟的声音 我听得到 要感恩的 我口里面能够吃到一些 好好食的东西 每一日 天主赏赐我的日用量 我应该要感恩的 我心里面没有一些 我不能够宽恕的人 我好恨好恨的人 要感恩 天主帮助你 做一个心无怨恨的人 各样都值得我们感恩 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 那又怎样呢? 不妨又向圣保禄学习 逆境的时候 更帮助自己 依赖天主 如果我有病的时候 我会想起 耶稣基督的苦难 祂的苦难 会帮我 去承担现在 我自己的病苦 总之 和耶稣基督身上 帮助自己 信境的时候 感谢天主 逆境的时候 同样可以感谢天主 我最后用一段 我从小到大 我小时候 父母教我的一些经文 一首传统的人 很喜欢用的 教我们感恩的 叫做五借经 有五样东西 你要感谢天主 我们小朋友 我就会念 很简单的 一点都不难 不妨提醒自己 每日 不妨念一次这些经文 提醒自己 第一 一借天主 生养照顾之恩 是祂生养我 照顾我 二借天主 降生救赎之恩 多借天主 祂降生 祂救赎我 三借天主 赦罪赎重之恩 赦免我所有的罪过 时时赏赎恩重给我 四借天主 赐我尽教 引我升天之恩 赏赎我能够信耶稣基督 赏赎我能够升天 要感恩 五借天主 自生自今无数之恩 由我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恩惠 都值得我感谢天主 这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念的经文 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都希望大家 如果你找回这段经文 每日念一念 帮助你做一个感恩的人 恩父及子及圣神知名